最关键的,罗马书第五章的重点是借着基督,第六章就是在基督里是关于一个关系,借着基督我们得救了,而在基督里我们与基督建立了新的关系,在他里面有了身份和地位。 这是罗马书第六章,将要探讨的内容,并且基督徒在基督耶稣里要过得胜的生活。 罗马书第六章,一二节,这样说,这样怎么宣扰我们可以仍在最中叫恩典显拨吗? 断死不可,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,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? 这是一个好问题,让我们停一停,想一想,我们该怎么说呢? 根据保罗至今所说的一作,我们应该怎样看犯罪这回事呢? 是今是否给我们选顶去犯罪呢? 有人会说,既然信了耶稣,就永远得救了。